各位好,我是物理治療師莊子老師 大家有沒有聽過很多人喜歡游冬泳 或者是冬天的時候都喜歡沖凍水涼 這些朋友有一些特別的特質 你覺得他們mindset比較強 身體好像健壯些 究竟cold exposure 浸冰水或者是沖凍水涼 對身體有甚麼好處 今天就和大家解構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歡迎大家訂閱和like我的頻道 最緊要按鈴鐺接收多些痛症的資訊 一起為大家創造無痛苦條件 和大家分享一個很厲害的研究 在2018年美國密歇根州大學 Wing State University 和冰凍人Iseman Wim Hof 這個就是Wim Hof,大家可以先知道這些資訊 Wim Hof做的一個研究 大家會知道原來 人的腦袋和身體是有一個很特別的連結 話說這個study就是 請Wim Hof 穿了一件特製的 溫度調節衣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做的當中的過程 再牽涉了兩樣很厲害的醫學器材 包括 Functional MRI 磁力共振 看一個老的變化 第二就是PAT scan 正電子掃描 正電子掃描 就是用來看看身體 的內臟和 溫度的變化 這個溫度調節衣服就開始開著了 開著了的時候身體就開始 體溫會一路跌一路跌 他們量度著Wim Hof的體溫由37-36 35-34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31.1度的時候 全部人很震驚 為甚麼呢 一般都是相信如果體溫跌到超過34度以下的時候 對身體的 傷害就會變得很大 甚至乎是沒有能力再去回升體溫 因此就會 死於 這個低溫症 但是Wim Hof由一路跌跌跌到31度之後 開始做甚麼呢 就叫他開始做這個 他最灑家的呼吸法 他做這個呼吸法的時候 就叫他 然後那個溫度竟然一路上上上上上上 又一路上到34.4度 並且可以維持著那個溫度 是沒有變化的 整個過程是維持了75分鐘 這個 奇蹟是大家全場做實驗的人都是為之 歪嚴和震撼的 好了整個實驗做完了 科研人員就看回磁力共振上面 又看看他的腦 甚麼部份 是特別活躍的 在做這個呼吸和浸 冷水 的一件事的時候做了甚麼變化 他就看到 腦裏的一個部位 一個部位叫做PGA 這個PGA的部份 本身就是 跟人的疼痛 是有關係的 當你有痛 那個部位就會有一個變化 現在 Wim Hof 就做這些呼吸的時候 他做了 這個PGA area 有一個很高的活躍度 產生了甚麼呢 就是令到身體 這個大麻素 釋出 大麻素釋出的話 即是他的止痛的效能就會很高 當人處於一個很冷的狀態的時候 他的身體就會發麻 會很不舒服 但是他 用了他的mindset 用他的腦 去控制自己的痛 釋出了一些止痛麻醉的成份 令到他身體處於一個很舒服很輕鬆的狀態 從而沒有了痛的感覺 還記不記得 Wim Hof還有一個特異功能 就是在眾目攜攜之下 用這個紅外線 去檢查他的手的體溫 他一直用mindset 叫手 發熱發熱發熱 然後手就會懂得發熱 這就是一個 超乎常人的一個能力 原來是不斷透過練習的話 就會產生了一個結論 Mind over body Mind over body 的一個top down regulation Top down就是由上而下的一個調節 很多人都會想 我的身體感覺到冷 所以我就會傳訊號給腦子 這個就是 由bottom上up 由底下而上的一個機制 這個我們都會很明白 平時你冷 打個冷震 然後你才知道腦子知道你現在冷 但其實這個 想法 是一般人 我們這些普通的 平凡的人的一個想法 有這個2018年的一個study 就可以 證實了原來大家 腦袋 這個mindset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 身體的狀態 再來一份關於cold exposure 即是 冷浴的一個研究 在2000年 捷克的醫院大學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如果在14度這個溫度上 去 浸浴或是 冷的cold shower 淋浴的話 原來 就會釋出了兩種 不同的一些荷爾蒙 大家都經常有聽過這種荷爾蒙 就是叫多巴胺 升了多少呢 升了530% 即是五倍以上 如果當你做一次冷浴的時候 第二種的荷爾蒙 就是叫去甲腎上腺素 這一種的荷爾蒙 通常在 專注力不足的人身上會比較缺乏 因此我們有這種荷爾蒙就代表人可以stay focus 可以集中專注 那它升了多少呢 它升了230% 即是兩倍以上 有這個快樂荷爾蒙 再加上這個專注荷爾蒙 兩樣東西加在一起 就會對人的精神度 以及整體的健康度 是可以提升的 在這裡跟大家再分享多一件事 當一個人處於突然間很冷的狀態 如果你突然間 令到身體 由高溫變成低溫 就會產生了一個效應 這個效應就叫做 毒蜜興奮效應 所謂毒蜜 toxin 就是 例如你吃了 在膠外吃了一個毒蘑菇 你吃了之後如果你不死得 你的身體其實全身 都會產生了很多的 賀爾蒙和一些 神經的反應 令到你去 protect自己 下一次你再吃這個毒蘑菇的時候 它的毒性就會減低 生活上有很多不同的 danger或者stress 都可以製造了這個毒蜜反應 包括你如果突然間 很hardcore地做一些很厲害的運動 做到你爆了 100% 120%的話 你就會很累 你累完之後你的身體又如何 overloading principle 超負荷原則 你從此就會 變得強大 但是現代的 都市人 大家都很少 是會無端端 有一下的毒蜜 去刺激你 你不會無端吃一個毒的蘑菇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每一天大家的生活的壓力 包括 家庭 工作 都會令到你的stress level 是keep住很高 所謂 壓力皮質醇偏高 你那個皮質醇 你如果全日 24小時 如果連睡覺 那個壓力都是很高 的話你就變了很多時候 有機會會失眠 或者你睡完覺之後 其實都是 沒有recover的 因此 如果一些毒素在身體 你長期處於一個高狀態 你就不會有一個強刺激 令到自己全身的 賀爾蒙和神經 去幫你解決這個壓力 因為你會適應這個很高的壓力 然後你慢慢的身體 就會越來越弱 而 cold exposure 冰凍的肉 早上起床 沖一個凍水 晚上睡前 沖一個凍水 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去幫你 誘發 身體這個 毒物興奮反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說話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大家 可以留意多些 找多些毒物 令到自己身體可以再重新適應 留意多些cold exposure 對自己有甚麼幫助 今天的短片就分享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對於cold exposure 冰凍的調節和沖冷水浴有甚麼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 我現在自己都每天有這個習慣 早上起床 就沖了一個凍水涼 晚上回去都是用凍水浴 希望大家一齊 Join我這個30日的challenge 連續30日 沒有熱水的狀態 看看大家身體會否有甚麼變化 歡迎大家一齊 留言給我 還有 發問的 下一集再見 拜拜